Hello YouTube 我是李sir 這條影片是中四第八課 例如16 就是Level 2的題目 這條也挺深的 大家給點耐性一起聽 這條題目是很長的 就說 On the Teeth Day 這個字眼已經 頭兩個字可能你不明白 說什麼叫On the Teeth Day 就說有一個實驗 關於細菌的數量 就叫N N 用這條式來代表 這條式來代表 大家N就是10萬 10萬就是T T代表第T日 什麼叫第T日呢? 我用雙數字就是 第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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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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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日 第7日 這個意思 OK 它就說 It is given that the number of peteria 就是細菌的數量 在T那天 就是增加了1萬 但是 當那個Compare 去它 Previous Day 什麼叫Previous Day Previous Day 就是前一日 前一日 先用紅色 前一日 昨天 用昨天好些 前好些 怕大家誤會 昨天 即 第T那麼多日 的昨天 就會增加了1萬 就是說 舉個很實的例子 就是 如果T是5 接著 看一看 就是T是6 那T等於6 應該 T等於5 那 昨天 就是T等於4 這個去這個 N 就會上升了 1萬 那麼多個 上升了1萬 那麼多個 可以嗎 如果T是3 那麼T是 如果T是3 那就是 前一日 前一日 就是T是2 那麼這個呢 就會增加上升了1萬 它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它之前那一日 比 那一日 就會增加了1萬 是這個意思 好了 那怎麼辦呢 這個呢 我們可不可以用這些數字來裂升呢 因為它不知道是第幾日 關於T一日 所以我們就要用回未知數去計 難就難在這裏 如果 T那天 的昨天 那叫什麼呢 T叫5的時候 昨天就是T是4 如果T是3的時候 昨天就是T是2 如果T那天就叫T 那昨天叫什麼 昨天就是T-1 昨天就是T-1 T-1 OK 沒有lock的 而它們兩個Bacterium的數目 是會相差1萬 因為增加了 那我們首先要知道T那天 究竟N是多少 如果T那天 T-day 和T-1day N是多少 N就是代回T 即1 10萬 lock t 那如果是T-什麼呢 N就是 10萬 lock t-1 T-1 T-1day 那就是這兩個數字的差額 T那天 減回前一天 即昨天那天 就應該是增加了1萬 就等於1萬 可以嗎 那就是1 這個數字 減回它的昨天 它的昨天 這個數字應該是1萬 可以嗎 OK 就是這樣 顏色就是這樣裂出來的 那我們可以 有些東西可以選擇 是不是 那就是 這個有10萬 這個有10萬 就是抽個10萬出來 因為前面有東西 你可以扔個脂肪上去T 但是很大 沒有理由 寫10萬個脂肪 我們會把10萬抽出來 剛好一樣 就減後面這個 就是1萬 然後把10萬脫過去 OK 然後這個變成1萬 1萬 除10萬 1萬 除10萬 就是0.1 OK 好了 那就會得出 這個的情況 那我們這個 如何解架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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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回兩個架相 一個架 一個架 兩個架相 兩個架相 雙減 就是一個架 雙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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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雙減 所以兩個架都一樣 就是架 T over T-1 等於0.1 然後一個架 在左邊 如何解架方程 這邊有一個細小粒是10 這個旋轉部 或者你可以想成 細小粒是10 就是架方程 這個0.1是lock 是0.1 就是次方 所以就是T over T-1 即是10的0.1次 10的0.1次是多少 好煩 先不要理它 我們當一個數字 整過去 T等於10的0.1次乘以T-1 不夠位了 先寫上來 這個是A part OK A part計算T 即是說 T等於10的0.1次拆架 乘以T 再減10的0.1次 再減10的0.1次 我們要計算T 我們要計算T 就是將這個調過去 將這個調過去 即是T減10的0.1 T次減-0.1 負10的0.1次 負10的0.1次 然後這個抽T出來 前面一拉抽之後 後面就是10的0.1次 減10的0.1次 再減10的0.1次 然後減10的0.1次 減10 真的好煩 如果這個數字是一個好的數字 就好 那這樣按了 按機了 即是-10 怎麼按呢 考起了 0.1 sunk jou 词以 这个要 因为一次过 所以要 固绝 1 减10 0.1 10人的0.1次 sunk jou 答案是4点几 4.86 因为说折扣Cl Editor 答案是用整数 原来eticγ 答案是5 就correct to previous integer OK 那我們就知道原來A part T 就是5 即5的時候 我真的剛好說中5 5這一天的昨天 就是增加了1萬個 這樣計算是T OK 這條很深 尤其是這個part 是最難的 OK 行不行 好 那我們就B part B part就是問你 10天之後 那麼 number of bacteria 是會多於每一天 是會多於10萬 就是問你是不是多於10萬 即 每一天 不是總數 是每一天 可能是第十一天 有多少呢 第十二天 我們不如試一下按下機 看看是否真的大於10萬 先猜一下 10萬 10萬 乘以lock 11 是吧 多於10萬 12 不如試一下 這些要看走勢 因為他說會超過 好嗎 第十二天就是會這麼多 你記住 107 9 然後試一下 11 12 13 咦 又多了 由107 變成111 好了 你發覺是多的 越來越多 其實是會知道 越來越多 但怎樣寫 我們又說越來越多 就要寫 因為 N number of bacteria 是會等於這條色的 有什麼關係 其實原來 T大於10的時候 那個lock T會怎樣 lock T會怎樣 T大於10 那 T大於10 那你猜lock T會怎樣 你會不會大於10 lock T會怎樣 是1 那lock T11 咦 大於1 lock T12 又大於1 lock T13 又大於1 還要越來越大 所以原來其實 如果我們有教Graph 就知道 其實Graph 原來它會不停增加 就會大於1 大於1 那就是N 等於 10萬 乘以lock T 如果T大於10 的時候 它lock T大於1 那就是 一路會大 乘以1.多 或者2 或者3 或者4 那這個數就越來越大 一定超過10萬 所以這個數呢 是會大於 乘以1 大於1 乘以1 乘以1 那就是說 這個數呢 所以 N 就會大於 10萬 那 我們就要知道 答案就是這樣寫的 最後結論 所以 我不寫了 這裏拍照 照管書 其實差不多 位置 就是 After 10 days experiment the number of bacteria 就 more than 10萬了 OK 就是這樣 那大家看看圖 如果大家學了圖 就增加 過了10 的時候 都會是增加超過1 可以嗎 好 那這條也挺深的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短片到這裏